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被意识就控制住了 其实你是不贪的 但是看见别人都在贪心了 你就会加入到这个贪心的队伍当中 实际上这个就是假我 举个简单例子 现在很多人看见别人在排队 自己的本性说 我不在乎 什么东西便宜都无所谓 但是看的队伍越排越长 你也先排上去再说 排好之后再问人家 对不起 卖什么 他是什么都不知道 他已经先排队排上去的 因为这个意思是 不是你真实的自我 是假的意思 所以是因为人的自我意识的形成 实际上就是通过别人的事情和感官所形成的 那么并不是你真正的你 那么台长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方说早晨想出门 那么突然感到外面特别冷 你就不想动了 刚刚想出去 突然之间一个意识进来 哎呦很冷 我不去吧 今天请个假吧 这个时候就是你的意识 指挥着你的整个的人体 这就形成了一个感到寒冷的意识的我 所以很多人的意识 为什么会做错事情 很多抢劫犯被警察抓住的时候 他才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样 我就是一种冲动 要记住冲动就是磨呀 心中平时要有佛性 他磨性就会少啊 要懂得要忘却一个虚妄的我 形成一个真实的我 那才叫忘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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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